据日本媒体和美国海军学院、新闻网以及推特用户消息,当地时间12月6日凌晨,美军驻日本沿国基地一架FA-18的黄蜂战斗机和一架KC-130空中加油机在太平洋日本海岸附近发生碰撞后坠毁。 美国海军陆战队随后证实了该消息,并表示,因为战斗机和加油机相撞并锐毁,搜索和救援行动还在继续进行。 事故发生的肢体时间是12月6日2点,点左右,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。 早些时候,日本NHK电视台报道着,相撞的FA-18大黄蜂战斗机上当时有两名飞行员, 而KC-130空中加油机上共有5人。 事发后,日本自卫队以及日本海上报阿厅,立即做出响应,前往事发海域附近搜救失踪的美军人员,美国士兵也参加了救援行动。 目前已经有一名飞行员被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直升机引救上来。 居心上有一时,当地时间中午12时左右,第二名人员被救起。 目前还无法确认其身体状况,剩余5人还在搜救中。 日本自卫队目前已经向事发地,派出了6艘海岸防御舰和一架飞机。 根据初步消息,这辆架被部署到美国驻日本沙口显沿国空军基地的飞机,当时从该基地起飞,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,可能是在加油期间发生了碰撞。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的消息,飞机相撞坠海并未造成任何民用船之受损。 俄罗斯媒体证,有4台机在计算机,可以控制FA-18战斗机的侧倾,抚养河边航。 每台计算机独立运行,并放置在单独的隔间中。 极高飞机的电子控制系统的生存能力。 这款战斗机是美国海军的主力战机,并且很多欧洲和亚洲国家都装备有该型战机。 此外还曾参加在绿比亚、伊拉克和南斯拉峰的军事行动。 据日本共同事报道,目前,日本外务上要求美方提供两架飞机,在日本海岸附近发生碰撞的细节。 东京海就发生的紧急情况,向美军指挥部表示了哀悼。 在过去两年时间中,美国海军曾发生多起事故。 2018年11月,美国海军一架F-18战斗轰炸机,在训练时均入了距离那巴士中心290公里的东南方海域。 两名飞行员成功弹射并被救起。 据了解,发生事故的原因,是发动机出现了问题。 10月下旬,美国海军MH-60海鹰直升机坠毁,在菲律宾海上航行的里根号航母甲板上。 2017年11月,美国海军C-2A会告运输机在菲律宾海坠毁,机上共有11人,其中8人获救,3人死亡。 2017年4月,美国海军一架直升机,在公岛附近的太平洋水域坠毁。 美国海军新闻之称,这架坠毁的直升机,当时正在进行绿星飞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哦。